Hello 大家好 我是慶哥 3月份的社群日 突然公關宣佈了 主角是加納爾的外秀 以及普通外秀 加納爾外秀還是首次開放式為版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先講講今次3月份的社群日 3月18日星期六 下午2時至下午5時 2個地區外秀出現機率會提高 有色懷去追 但也要去追 尤其是今次加納爾的新色圍 經常是金色的 在當晚晚上10點前 加納爾版本或關刀版本的外秀 進化到他們的最終進化形態 可以學到衝浪這招特殊的招式 外秀的最終進化形態各有兩種 首先講關刀這隻外秀 如果想進化到外殼王 就雖然不收到糖果 而另外一種想進化到外殼王 就雖然五手糖和一個王者之證 可能這個時候大家都會問 我現在背包沒有王者之證 應該怎樣呢 官方有說到 活動期間會有限時的調查 和田野調查 裡面都可以獲得王者之證 講完這隻普通關刀外秀之後 就來講加納爾版 加納爾的外秀進化到加納爾的外殼獸 今次官方是有點特別更改的 正常情況 設為火盤捕捉30隻毒系的Pokemon 但今次的社群有點特別 可以說是方便很多 在社群開始至當天晚上10點 如果想進化到加納爾的外殼獸 就要設為火盤 和捕捉30隻超能力屬性Pokemon 屬性這方面是有更改的 大家可以看到 超能力系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因為外獸本身也是超能力系的Pokemon 但毒系就比較難 而加納爾的外外獸 進化到加納爾外王 其實也是同樣 都是設為火盤 和捕捉30隻超能力系Pokemon 進化到加納爾外王 其實本來都是這樣的進化方法 好了 我們回來了 總之外獸進化到最終形態 就可以學到衝浪的特殊招式 當然 也不少有港幣100元台幣33元1元的 加納爾外獸 調查筆記 旋轉播一站 開啟有情禮物 在遊戲商店購買 都是獲得活動的鐵圖 可以來到獎勵的部分 補足寶可夢糖果是雙倍 XP是三倍 補足寶可夢獲得的糖果 XL機率會雙倍 使用分享或引力模組 效果3小時 拍高納爾照片 就可以遇到加納爾版的外獸 或關刀版 最多是5次 在當日晚上10點前 最多可以進行兩次特殊交換 加換寶可夢所需的星沙子 都會減少50% 來到社群日後的加碼團體戰 大家注意 是無法使用這個遠距離團體戰入場券 在當日下5點到晚上10點 會有個特別四星團體戰 就是加納爾版的外獸 和普通的關刀版 在這團體戰 導管就會到處出現加納爾版的外獸 或關刀版的外獸 限30分鐘 這段期間 加納爾的外獸 或關刀地區的外獸 色域機會都會跟社群一樣 好 今次就是3月份的社群日內容 我自己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你本來想儲他們的色圍版 整個家族都是比較難的 因為他都幾多種的進化形態 好 不知道大家對今次社群日的主角有什麼看法 大家可以讚好訂閱分享 今次分享我的IG 現在下集再見 拜拜